最新娱乐资讯,现在想起楚桥传,相信各位网友和小编的心情一样,有意犹未尽,有遗憾,也有一种不甘,而这种不甘和遗憾也让大家对于第二部有了更多的期待,大家最满意的第二部阵容当然还是原班人马,但是根据看剧的经验,第二部一般都很难超越第一部,网传第二部会更换男女主角。 剧情在第二部才得以成全完整,也说第二部在今年下半年开拍,但是现在迟迟没有任何行动,也没有官方表态,可见一切传言只是传言,而迟迟未拍的真相。 今天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,听听几位主创人员怎么说,赵丽颖的敬业是出了名的,一年365天,感觉360天都呆在剧组的节奏,正是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,再辛苦赢宝也是甘之如頤,可是拍着拍着台知道只能拍一部半,剩下的还有第二部,真是连主演都猛逼了, 剧组也是牛逼,这样的结局连主演都表示遗憾,更何况关注呢? 而从颖宝的言谈中也看得出,剧组根本没有给主演透露任何的信息,而颖宝都是按照时间表走的,档期也是满的。 所以第二部《赢宝》要出演怕是遥遥无期了,林更新自从演了《楚桥传》之后,真是迎来了事业的高峰,虽然近期没有作品出现,但他仍然以各种更加接地气的方式活跃着。 认识了林更新的真实面目之后,才知道他演绎文悦的,先心,那么二哈的一个人眼高冷,肯定把自己憋坏了,而且从认识女主开始就一直装逼默默付出,女主不买账自己一个人生闷气,这样的角色林狗演来肯定也是像精神分裂一样。 现在林更新处于休息息,可能也是在缓和自己的状态吧,哈哈,而且他明确表态,赵丽颖不演第二部他也会拒绝,本来说好的斗肖只是男二号的,本来没有那么多的戏份的,可是活生生的成为了男一号,和女主感情纠葛,家族遭遇大难,逐渐黑化,把自己逼成了一代肖雄,特别是艳寻黑化的过程, 被人步步紧逼无路可退的时候,实在虐心,所以斗肖拍了之后,感觉身体和灵魂都已经被掏空了,不想再演了,本来是衣食无忧,高高在上的公主,受亲人保护,被贵族子弟捧在手心,却因为父亲和爱人之间的仇恨而不得圆满,遭遇了女人一身最大的耻辱,后期的黑化再也不美好, 李庆那么美好的姑娘,肯定也需要缓缓了,当然最惨的要数宇文怀了,演部电视剧被观众讨厌太坏,莫名其妙领了盒饭,而且还被亲妈嫌弃,演得太坏了,不让回家,你说这样让她怎么继续呢? 虽然大家对于第二部万分期待,但好的作品还是需要时间的磨砺,多一分耐心就多一分精炼,期待更好的第二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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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